大家好,我是教育局特殊教育分部的同事Sharon 學生的精神健康一直以來都備受關注 近年教育局投撲了不少資源去照顧這批學生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農場觀納中學的黃潔興校長 他的團隊和他的校友接受我們的專訪 我們了解到這間學校在照顧這類學生裡都下了不少心思 我們現在一起請教他們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農場觀納中學的黃潔興校長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推行融合教育 學生當中患有精神病患的學生都是我們備受關注的群 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們學校怎樣去支援這些學生呢 我們學校其實都很關注同學在精神健康方面的需要 所以我們都會在不同層面給同學作出一些支援 首先就是學生支援組和輔導組的協助 裡面有社工和輔導老師 而他們每年都會有兩次全校性跨組別的會議 作用就是令到所有的同工都知識到同學的需要 而當中社工的角色很重要 因為社工不是教師 所以可以跨越了學術追求的方面 讓同學們一些舒服的感覺 令到他們有困難的時候 可以隨心所願地交代 另一方面我們也會請分度組和學業促進組做一些協助 我們這類的學生有些時候因為他們需要休息的時間 和一般的學生是不同的 對於他們上課的模式 我們也有一個特別的時間表的安排 譬如有部份同學我們因應他們個別的需要 我們就會安排他們 譬如遲些才上課 回來學校就不一定先上課堂 我們也佈置了一個很好的圖書館 讓他們回來首先休息一下 其實我們學校在開學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些級別會議 每一級都會邀請校長、副校長、班主任、 補任的老師、社工、學生支援組的同事一起 就要談一談每一級有沒有特殊需要的同學 他有什麼情況 他在學業、社交、各樣的支援 我們要怎樣做才能幫到他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們也會邀請工友一起分享這些資料 因為工友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去支援我們的同學 除此之外我們還會有一些特殊的 可能是個案會議 亦都可以即時分享同學一些特別的情況 亦都令到同事可以及早提出支援 我們就會邀請一些跨界別 亦都有其他專業人士的幫助 其實醫教學協助計劃是非常好的一個平台 因為我們參加了 就會有精神科的護士 她會定期來我們學校 了解一下學生的情況 另外精神科的姑娘 她可以直接跟她的醫生 就知道同學現在吃的藥是什麼藥 藥量、有沒有調教的空間 以及可以直接把我們學校觀察到的情況 就跟醫生說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個緊密的跨界別合作 另外就是姑娘也會定期來跟她們做一些訓練 最好的就是姑娘真的可以因應同學的需要 甚至乎陪她回到課室復課 這樣聽下去 一個團隊的協助 上下一心 能夠做到跨界別的合作 的確不容易 還有有彈性的調色的確是幫到學生 教學是一個良心的工作 就需要身間細作 那華校長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是怎樣去運作的呢 首先管校會聘請了一位的輔導老師 他的工作主要就是協助SENCO 和我們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和學生聊天 聯絡家長 和老師做一些整合 配合他們的教學等等 第二方面 我們請了兩位專責 負責有特殊需要學生的教學助理 這兩位教學助理協助老師 在課堂的進行 有些時候也是陪伴同學 在他們有些時間需要休息 或者可能暫時要離開課堂等等 這些情況下 我們都可以幫到老師 第二方面 創造的環境 近年我們就特別裝修了我們的圖書館 令到他們要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在那裡靜靜地自修 另一方面 我們又會有些活動室 活動室也是給予多些空間 同學 又或者現在我們這個場景 就是我們新裝修好的社工室 我們特別有一些溫馨的感覺 令到同學可以有放鬆 和可以令到他們的情緒舒緩一點 在播種方面 首先就是校長和副校長都會定期參與 輔導的個案會議 相關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師 我們都會邀請他們出席 原因就是他們要多點了解同學的需要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的 staff meeting 會有時間給我們的Sanko 都會講一些特別的個案 讓同工留意一下 第三方面我想就要講一下灌溉 我們的校訓 人人有潛能 個個可成功 其實我們都會在很多不同的學校的活動裡 都會盡量給學生表現他們的成就 在我們的50周年校慶裡 其實我們有一個Backdrop的設計 整個Backdrop設計 原來就是一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是他的作品 他花了很多時間 他用了很多的心機 而出來是得到很多友好 甚至到校友和同學的讚賞 對於這方面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肯定 我們都會在學校不同的角落 展示同學的作品 讓他們每一樣東西的才能 都可以發揮 在我們身邊的是 農場觀立中學的校友梁浩然先生 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一般來說 一個校友的身份 都會用不同的形式來回歸武校 以我所知 你有一個個人名義的獎學金 一次立了 就回歸給學底學妹 想問一下當中的意念是怎樣的呢 首先我想值得一些機會 多謝黃校長和鄭老師 我們這次的獎學金的名字 叫做精香及美德獎學金 顧名師 我們其實想透過這個獎學金 去鼓勵學底學妹做不同的嘗試 好像是她很勇敢去做一件事 或者是她透過自己一些改變 去令到她的學習會不同的結果 我們想她們可以多方便地涉獵 我們就想透過這個獎學金 去加許她們 我相信學底學妹 在師兄的手上獲得獎學金一定很開心 以及要一個校友的身份去頒獎學金 一定是感受良多 都知道學校應該貫徹了一個有教務類的精神 希望讓有特殊教學需要的學生 得到最真切的支援 我們知道對於中學生來說 生涯規劃是非常重要的 那黃學長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對於有特殊教學需要的學生 甚至是一些有精神病患的學生 你們學校是怎樣去保持的呢 第一部分 就是從她們的課外活動的興趣班 去培育她們的潛能 譬如我們有幫她們開一些 叫做多媒體藝術創作班 還有咖啡拉花班 譬如咖啡拉花班 我們都看到有些同學可以很專心 做得很好 將來我們的計劃 可能鼓勵她們去考驗牌 希望可以在職業方面幫到她 另一方面 我們在課程方面 近年會大力推行APL 即應用學習方面的課程 因為同學有多方面的需要 以及她們各有不同的潛能 而這個APL 就有很多比較實用的 對於她將來生活和就業都會有幫助 所以我們都會引入一些 譬如我們現在坊間說的 Mode 2的課程 即是說來到學校裡舉辦 亦都方便同學上學的時候 然後就不用周居勞動 就出到外面上課 聽上去其實那個規劃 都是方方面面的 而且很摸得著學生的興趣為本 其實她們的積圖鋪墊也很重要 特別是就著一些有特殊教育的學生 希望這些以上種種能夠進一步幫助她們 請坐在我身邊的就是 農場姑納中學的SANCO 鄭許峰老師 Ivy很感謝你接受我們的專訪 剛才華學長也說了很多 推行融合教育的一些心得 我知道你作為SANCO 在照顧有特殊教育的學生 一定經過很多不少的心路歷程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中一些比較鼓勵人心的一些個案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自己做班主任的一班 有個中一的同學 她當年就已經是重讀了 很多老師也跟我說 她很頑皮的 上課又不聽書 又經常都搏嘴 後來我觀察了一段時間 我就發現其實她本質又不是那麼壞 反而可能有一些特殊教育的需要 所以我們就轉介了做了一個評估 而真的 出來的評估報告 就是說她可能智力上 就有一些哭了 因為當時她的媽媽 就不能夠接受這個情況 即場還哭了出來 後來我們的觀察就發現 原來媽媽是有很多內疚在裡面 即是她都會自責 覺得自己是否我疏忽了一些東西呢 甚至乎她會覺得 是否我拖著她 當時做錯了些什麼東西 所以令到她這樣 即是她的眼淚就告訴我們 即是在那個家庭裡面 其實她都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好在我們當時發現得早 就可以及早介入 就給一些支援她們這個家庭 後來我們都可以 成功地跟她們做一些溝通 疏導她們兩母子之間的關係 即是在她的媽媽和她的相處上 亦都因為她那個特殊需要 產生了很多的矛盾 即是例如兒子又會很害怕 媽媽會罵她 甚至乎出街她都特意避開 以前他們的關係其實很好 但當學業的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即媽媽的期望都高了 也都不太明白 兒子為何整個學業上 都做不到她的要求 他們的格核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亦都感覺到 即是媽媽都很疼她 但就不知道怎樣可以接納兒子 所以在這些位置我們就會幫助她 看得到兒子其實在另外一些地方是有優點的 還有她是有些可能性格上的優點 命不是讀書上的優點 就讓媽媽知道 其實你希望她開開心心 成為一個健康快樂的人 這些可能是給一切都重要 剛才聽過Ivy這樣說 其實家後合作都很重要 Ivy你最後有沒有一些贈言送給業界同工呢 接納同行以人為本這八個字 是我做Sanko這幾年最深刻體會的一句說話 任何同學可能她的情況 如果不由接納開始 很多的支援、很多的評估都做不到 因為每一個學生都是一個獨特的人 所以她都會欣賞她的家庭、性格、各樣的特質 我們的支援都要轉變 而且在過程中 我經常都覺得他們遇到的困難是階段性 究竟在過程中有沒有人跟她同行呢 有沒有人接納到她的需要 給他一些支援呢 這是很重要的 很同意 因為每個學生都是一個個體 我們要由心出發 教學一定會在封石 我們今天很高興 再一次多謝王校長和他們的團隊 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有機會再見 大家聽完王校長和鄭主音的分享之後 相信會更深入地了解 如何促進學生的健康成長 希望大家都帶著這些點子 善用在教育學當中 讓學生在健康快樂的環境之下成長